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廖威林,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南岛官胜利的文化协会,到达早有新的理事长和所措 赞领李港寺丁顶的干部和广府拜会 您观众肯定胜利的协会,对南岛官的文化团形和发生的贡献 也方向搭造观光修图,会从三亚厨区办观口增加四十万亿丁顶的成功 等级努力提供,教学第一的南岛官胜利的文化协会 今天是特别来教官府拜会广府里面前 协会理事长,抗素资基础,明年是冲会二十五周年 协会新闻定期清晰社区学校,拒办第一的困难库庭 也会让世界看到南岛好的围目标 今年有办一些茶艺的课程,还有说一些教育列的 那希望说我们今年能够免除到疫情之后 我们的茶博能够办得更大一点 然后让我们这些南岛的茶艺文化能够让世界看到 然后我们在社区学校我们都有在教学 尤其是我们财业文化里面有非常多的师资 他们都在深入到校园里面去做教育活动的 尤其是我们的协会来自民间区上品领 跟当会员有来自南岛专官、会中林冠长也计划 将会启都道主五亿花、丹冠、天空之星、环境高塔 以及600天辽厚完工 到时候将会等到上品领受天窗和上大队 出现地方的观光和经济 在建设经费专由管府主党 在完特抗医努力推动的五大三入厨区所带来受益大志因 习理事长带领他们的理件事 到县政府来拜会县长 希望县长对他们女性的财业文化也能够来支持 当然县长对过去我在担任立委的时候 就对我们财业文化协会工作同仁 我都非常熟悉 能够帮助他们尽量来协助 任管府主党对上领协会之外 减国家庭输業骨头一体的文化 团形与提供是上当困境 也先落协会 如果有需要帮忙 管府主党尽量来配合和协助 记者显示长报道